4月17日香港历史悠久的著名酒店文华东方举行50周年庆典 广邀中外名流明星张曼玉莫文蔚 陈豪 陈英美夫妇 以及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等军盛装出席 张曼玉穿上优雅的透视短裙卸身 谈到身为台湾金马奖50届形象大使的她 被问到看好哪位最佳男女主角 她表示很难讲会和大家一起期待结果 至于会否上传闻那样与侯孝贤导演合作就仍是未知数 挺好 我觉得她都挺就演员 我觉得她很好 不停一谈一谈都会 但是没有很落实地谈 同场嘉宾还有陈豪与陈英美夫妇 二人全程十之紧扣十分甜蜜 对于近日有报道指 两人因陈英美产后是否退出 目前发生分歧一事 附加尔人就同声否认 陈英美还透露宝宝非常的活跃 常常都踢踏而自己也一直保持断练为分娩做好准备 其实运动很重要 我们饭后都会走很多路 还有其实我之前在加拿大都有 take瑜伽的classes 只不过有可能我回到来的时候 就暂时没找到 还有我觉得行乐和游泳都是一个很好 暂时在香港可以做到的健康的活动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